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察了好久 最终决定给她买一把按摩椅 这人上了年纪 身体总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 按摩椅比较实用一点 生日这天 我让配送师傅及时把按摩椅送到婆婆家 恰好小姑子妹妹也在 婆婆一个劲地说 郑珍啊 你有心就好了 花这个钱干什么 但看得出来她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师傅给安装好之后 小姑子说她先替婆婆试一下 说话的空隙就看到她躺在了按摩椅上 一脸享受的样子 我以为她会夸我会买东西 可是没想到她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嫂子 你这按摩椅质量很一般呢 一看就没花多少钱吧 你看看 妈身体那么瘦 背上一点肉都没有 躺上去个得慌 她略带嫌弃地说着 徒留我在原地尴尬 妈 你看你这地方也太小了 要不给我搬去吧 小姑子对婆婆边撒娇边说道 我还没从尴尬中反应过来 便听到婆婆问我 珍珍 你同意吗 妹妹月子没做好 落下了月子病 经常腰疼 你看能不能 后面的话婆婆还没说出来 便先抹了眼泪 这老太太也太会做人了吧 我付费了一句 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还没说什么呢 陈然却开口说了 不就是个按摩椅吗 你搬去就是啊 她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我就想掐死她 我精心挑选的东西 竟然被她说成不就一个按摩椅 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但我也知道 但凡我说一个不字 今天就把婆婆和小姑子两人都给得罪了 于是便回答道 妈 这是您的东西 您怎么处置都行 说完 我狠狠地瞪了陈然一眼 可是毕竟是送出去的东西 人家怎么处置 我都没有立场智慧 我叫李珍珍 和老公陈然是相亲认识的 说起陈然 她不抽烟 不酗酒 对我也很体贴 可是陈然有个缺点 就是怕她妈宠她妹 但凡她妈说的话 她都挺 她妈要求做的事 她都照做 她妹妹要的东西也会无底线满足 一开始我觉得这没什么 毕竟是一家人 尊敬老人没有错 爱护妹妹也是应该的 可时间长了 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上次按摩椅的事情 我有些生气 故而好多天没去婆婆那吃饭了 婆婆似乎是感受到了 这天我刚下班 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说是让陈然去接我到她那吃饭 我本能的要拒绝 却看到陈然已经在公司门口等我了 拒绝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只得跟着她去了 一进门就看到婆婆笑意隐隐地走过来说 珍珍啊 怎么这么多天没来吃饭了呀 我看着怎么都觉得这一校有点渗得慌 就像自己在赴鸿门宴一样 我借口说工作太忙了 陈然和她妈妈在厨房忙活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我就像个外人一样 快开饭的时候小姑子也来了 小姑子笑眯眯地冲我打招呼 我急于简单的回应之后 便去厨房帮忙端菜盛饭去了 吃饭见戏 婆婆突然开口说 珍珍啊 妹妹有个手术要去做 你和陈然两个人给她拿些钱吧 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 妹妹哪里不舒服吗 我好奇地问 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她 婆婆顿了顿 她想去做个抽脂手术 啊 为什么要做抽脂手术啊 这个手术风险那么大 我率先阻止了 嫂子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拿钱呢 小姑子绝了绝嘴 表示了她的不满 妈 妹妹 不是我不想拿钱 是这样的 最近因为疫情 我们公司的工资都不全发了 只发50% 真然公司也是 而且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就好 抽脂这种事压根没必要啊 花钱找最少 我回答道 婆婆这话说得倒是轻巧 让我拿点钱 我又不是印钞机 再说了 既然自己没钱 小姑子干嘛 还敢抽脂这种潮流呢 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这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婆婆没想到我会拒绝 按照往常的情况 只要她开口 我都会答应 可是自从上次的事情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没有原则地对她们好了 婆婆有点不高兴 诚然见状 忙不爹地说道 老婆就给妹妹拿些钱吧 反正咱们又没有啥 着急用钱的地方 且不说钱的问题 就说小姑子抽脂手术 这件事本身 我就想不通 她为什么要促成 这么荒唐的事情 你咋知道 我们没有急用钱的地方 人有旦夕火福 不知道吗 我反问陈然 活泼和小姑子 见我不同意 也生气了 刚要冲我嚷嚷 陈然示意 她们不要吵嚷 然后来安抚我 我见她们 没再坚持这件事 便也没再多说什么 日子就这么 波澜不惊地过着 过了一段时间 活泼时不时 给我和陈然打电话 说她胸口闷得不行 于是我和陈然便决定 带婆婆去医院看一下 可是婆婆死活都不同意 我们陪着她去 她说医院离得不远 我们工作忙 不用我们过去 让我们把钱转给她就行 我觉得不妥 还是想去看 但恰逢这几天工作很忙 项目到了要收尾的时候 我得盯着 加上婆婆的坚持 我便没有过去 想着等过段时间忙完去看她 我给婆婆准了两万块钱 让她检查我身体 再买点补品 可我不知道的是 陈然竟然也给拿了两万 我知道这件事情时 已是小姑子做完了抽脂手术之后 我惊讶于 婆婆恢复得如此之快 同时也对小姑子 就在这个空档 做了抽脂手术 这件事有点耿耿于怀 很快 我便弄清楚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婆婆压根就没有胸闷气短 只是换了个方法 向我和陈然拿钱 最关键的是 这种方式拿的钱还不用还 我不得不佩服婆婆这玲珑心思 为此 我跟陈然大吵一架 我不反对拿钱孝敬老人 我气不过的是 明明她知道我给钱了 而且也知道她妈的打算 为什么还要继续纵容 我态度坚决地告诉她 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俩就别过了 我们又不欠她妹妹的 为什么总是要拿钱贴补她 陈然没说什么 对我的要求 也答应得好好的 我以为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结果还是我太惊醒她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陈然住的这个房子比较小 而且楼盘后面紧挨着高架桥 晚上吵得根本睡不了觉 长时间下去 我觉得自己都要脑神经衰弱了 于是 我俩决定用这套房子 置换一套大一点的 这个是我们的婚房 当时买的时候价格挺便宜的 但这几年随着市政规划 地铁站也通到了小区门口 而且还建了一座大型的商场 最重要的是带着学区 各项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 这儿的房价蹭蹭地往上涨 一瓶能够卖到三万多块钱 我俩动作也快 说卖就卖 也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我俩就把这房子卖出去了 卖了两百多万 我俩看了很久的新楼盘 最终决定在城北买 新房子面积有130多瓶 我们全款付了 装修完之后 最终手上还有几十万的存款 房子装修好后 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虽然我们不打算这么快搬进来 但是还是想弄个乔前新居的仪式 于是就叫上了婆婆和小姑子来吃饭 来到我家的大房子里 小姑子对我们的新家羡慕不已 哥 你真有本事 住上了这么大的房子 这装修也太洋气了吧 简直就是我梦中的家 小姑子对陈然说 我的傻妹妹 你随时可以过来 陈然摸了摸小姑子的头 就在我看着陈然和小姑子 互动心理吃味的空隙 婆婆开口了 你们这房子装修完 不是剩了不少钱吗 这样吧 就在这个小区 给你妹妹付个首付 卖她小户行吧 妹妹住得太偏了 环境还不好 你妹夫家条件也不好 妹妹跟着太苦了 说着 婆婆又一次磨起了眼泪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涉及小姑子的事情 婆婆便开始哭哭啼啼 装可怜 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同意 以往但凡她哭了 我想着就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忍忍就过了 但是这次 我不想忍了 我不同意 我直接拒绝了 陈然想要说什么 但见我态度坚决 便没有开口 婆婆和小姑子 也很实相地 没有在这个事情上 继续纠缠 这天 我在婆婆家吃完饭后 出去散步 小区里几个阿姨我也认识 他们看见我就说 珍珍啊 你可真是个好媳妇 不像我家那媳妇 唉 说着还摇了摇头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弄懵了 阿姨 您说什么呢 我也没做什么呀 哪里值得您这么夸我 你这孩子 还这么谦虚 妹妹家的房子 不就是你跟陈然给买的吗 真是大方 现在很少有这么好的媳妇了 阿姨说道 阿姨后面说了什么 我完全没有听进去 只听见陈然给他妹妹买了房子 我整个人都气得发抖了 原来婆婆为了在邻居跟前有面子 就炫耀自己儿子给妹妹买了房子 没想到这事被邻居告诉了我 陈然看着我气冲冲的回来 就猜到可能已经知道了什么 此时婆婆正好出去扔垃圾 不知道我和她发生了什么 陈然 妹妹家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我冲她吼道 珍珍 我知道这事没跟你说是我不对 但是妹妹过得太苦了 妈上了年纪 心疼她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妈 为这事愁得睡不着觉啊 陈然给我解释道 她知道我心软 所以这事就先斩后奏了 是 你妹妹过得苦 你妈心疼她 难道我们日子过得不苦吗 再说了 她过得苦是我造成的吗 我就应该毫无保留地给她拿钱吗 我一连串的质问 真然无力招架 只能闷着头不说话 自从我嫁给你 你妹妹从我和你这儿拿走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平时买的东西就不算了 光给她填窟窿就搭进十二万了 每次说过几天就还 又还给我们一分钱吗 现在又是要给她出钱买房 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陈言 我严禁于此 给你三天时间 房款拿回来 前面的让我可以不提 否则 我们就法院见 我正说着 婆婆回来了 婆婆一听 我要陈然把给小姑子买房的钱拿回去 顿时不干了 她哭天抹地地说 她女儿的命太苦了 遇上我这么不通人情的嫂子 我冷笑了一下 没再解释什么 我以为 我和陈然的婚姻可能就此完蛋了 还好 她没有再让我失望 最终 小姑子把买房的钱还了回来 至于她怎么凑的 我也没管也没问 而我和她与婆婆的关系 也变成了一个死结 但是我不后悔 我知道 一家人在一起亲情很重要 可是即便再亲的亲人 也要做到亲兄弟明算账 不然最终的结果 可能就是亲兄弟变仇人 我和小姑子就是例子 从前 我没有原则地对他们好 让他们习惯了我的好 一旦哪天我不愿意了 我就变成了他们的仇人 人性本就是如此 虽然有些心寒 但也无可奈何 救急不救穷 不是吗 就小姑子和婆婆这种贪婪 如果我继续再毫无原则地帮下去 有一天 我可能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们觉得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 能提前结束这样一种状态 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